乌丫头还和小时候那般淘气,每次吃饭不让赵姨娘喂,飞在我怀里闹 大夫人夹了块芙蓉虾球,放在鹿七七的碗笛中,和蔼地笑着道 知道你回来,特意让厨房准备,快尝尝 母亲,我知道你不喜欢我,我,我还是陪姨娘站着吧 别怕,有我在,不喜欢就不吃,不必看别人的面子 不是的,我,我对虾过敏,小时候吃过一次,差点没命了 陆伯年猛然想起,好像是有此事 当时唐氏还没去世,陆七七在家宴上吃了虾,当晚就浑身泛红 唐氏半夜哭喊着求他请律衣,这件事过去好多年,陆伯年差点忘记 刚才见陆七七嫌弃的躲闪,以为对方故意为难惊世 没想到 拿个新的过来 是,老爷 丫鬟忙转身,朝厨房去 大夫人的脸再次成猪肝扫,拍马屁拍在马掌上 他没想到,陆七七对虾过敏 阿正,饿 想吃什么,让他们夹 陆七七用眼神扫了一眼,目光落在香辣蛤蜊上 我想吃辣的 好 不顾正宠溺地揉了揉陆七七的头 抬眸温柔的眸子瞬间清冷 不赛 大夫人感觉到众人的目光,感觉脑袋一晃,差点晕过去 姐姐这是怎么了?莫不是想装病,逃脱罪子 你 丞相府的饭的确不好吃 相爷,本世子还是带七七入宫 圣上还等着见世子飞 不顾正平淡地开口,神情散漫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陆七七心里最后一点怨气消失 果然还是老狐狸厉害,兵不血刃就将敌人杀得魂飞魄散 王爷恕罪,还不快去 是 陆七七这顿饭吃得很是满意 为了答谢独孤症,还亲自喂她 恩爱的场面让陆伯年都没法看 大夫人却泪眼婆娑,她不是哭,而是辣得眼泪直流 她自幼不能吃辣,闻到辣椒就会流了眼泪 这道香辣蛤蜊本来只是硬紧,红红火火的意思 没想到 陆七七看着眼前如小伤的壳子,巴达巴达着嘴巴,满意的舒展眉心 饱了 陆七七要不要再吃点别的 恩 陆七七犹豫,大夫人文言,头顶像是被人牵制的木偶,蹭得紧直 陆七七见状,小狐狸眼眨了眨,毛底泛起满满的笑语 嗯,算了,接着就到这儿吧 陆七七,狮子一直照顾你,还不快下来,让狮子用饭 陆伯宁见凤插针,想将陆七七这个祸害支出去 少师,你许久没见女儿,不如去隔壁和七七聊聊 是,狼爷 算了,府上还有事,我们先回府 南阳侯府不必家里,不能任性,记得照顾好世子 阿正,快放我下来,父亲该生气了 哦,相爷生气了 没,没生气,哈哈,哎呀,你们夫妻感情好,我替你们高兴啊 呵呵,既然没有,打道回府 不顾正勾纯浅笑,道人离开 不顾正勾纯浅笑,道人离开 项目